这个就是我们需要使用的网站Quizlet 你可以输入3w.quizlet.com 当你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 等你注册完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登录了 我现在通过我的账号来登录 我们现在可以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创建我们第一张记忆卡片 现在呢你就可以创建 在你的记忆卡片上输入你的需要记忆的标题 然后在下面这一栏就可以输入你具体的内容 你还可以把它设置为 学生需要通过密码才可以浏览 在这个页面的两边 我们要确保我们都把它设置为繁体中文 在这个栏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输入法换成中文 然后我们就可以输入我们需要学习的单词 几乎 比方说几乎 我建议我们可以先输入一句 从书上摘录的例句 然后呢我们再可以再输入一句 我们自己的例句 比方说我们自己的例句可以是 我的狗几乎什么东西都吃 好你可以一直做 直到你输入完你全部需要学生学习的单词和例句 如果没有足够的输入栏 你可以点击添加输入栏 继续添加单词和例句 最后呢你就可以点击储存保存 现在我可以向你们示范一个 我已经完成了的一个quizlet的页面 这里我有总共11个单词在这个 这张记忆卡片上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学习 他们的单词在这个记忆卡片上 我建议他们最好是先点击这个记忆卡片的图标 当学生看到这个单词的时候呢 他可以点击这个单词所在的页面 点击之后他们就可以看到另一页上的例句 所以我建议学生们用他们的iPad来下载quizlet 然后用它来学习单词和例句 我建议到这个页面